各位好,又是ToysTV 玩具堂心碎評測的時間 我是Brian Lo,你的主持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一些具無霸級的接觸產品 當然不是玩具超巨大 不過如果用它的實物來說 它一定是最巨大的 我整枱都是東西 剛剛拍到的長度 這麼大 當然跟上次的武裝耗比 就不會大得過 這次介紹這架波音777X 是全世界最長的客機 比A380環繞長 總長度是76.7公尺 A380應該稍稍稍短一點 當然A380差一點 它裝效率很驚人 因為雙層 而這架 還有四引擎 而這架波音的研發中 未正式啟航 或是未正式啟航的 客機 其實可以載到400多人 當然它可以看倉內的報紙 即是看經濟倉 和頭等倉 和商務倉的分佈 但如果將它三針倉計 根據這些資料 其實應該有400多人 相對A380 500多人 還有少許差距 但是 如果以雙引擎的飛機來計 它是差不多最大的了 還有 就算單港的飛機長度 它也是全世界最長的 是打破了同一間公司 747 即是波音 即是800系列的那個長度 好啦 真是幾句大 不說的 其實看一看 其實呢 看回它的窗 那些機窗 窗口 那個排列的程度 原來飛機真的很大隻 而且飛機有很多 外形上 有些不同的 現在的光線不太好 快點反光 有些不同的 慢慢和大家一起介紹一下 那同場呢 加影這架 737 那其實呢 之前在玩的TV也介紹過了 因為有少許話題性 就不會特別介紹 但是可以做一個比較 嘩 這邊沒有那麼反光 嘩 你看 其實相差很遠 那當然 這個純粹是一個積木的比意 但是如果你真的 嘩 那這個擺法呢 嘩 嘩 真的差很遠 那當然 一架是中型客機 一架呢 就可以叫做巨型客機 產品來說算幾句大了 那如果論回積木的數量呢 625 應該是同系列 即是COBE積木的民航機裡面 一個最大的數值 625塊 那兩個人 稍後慢慢看 OK 那它的比例很低的 1比123 其實都 我這架是空中巨母 這架都是 雖然它不是雙層 雖然它不是四引擎 但是雙層來說 其實真的 很大隻的 好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架的產品 這次呢 除了大鑊好之外 也是另外一個 產品差不多 鏡頭拍不完 只要我們 我自己上次的布局 拍不完 那 在我們左邊看到 就是這架 我們之前TV介紹過的 737 MAX 8 近期有些新聞 因為停飛了 另外右邊看到 給點關子 有一個Figure 這裡就不拍了 好 講回這架 我們介紹的作品 就是 777X 其實COBE同列裡面 還有777的 即是一個中型客機 另外有787 787是另外一架 比較巨型的客機 我講積木 差不多600塊 當然最大就是這架 即是COBE出了 這個是625塊 實物都應該是最大 好 我們先看說明書 26602 然後就是625塊 兩個人仔 客機 當然朋友們都會關心 什麼時候到貨 這個應該是差不多11月左右 11月未到 就會到貨 可能的737 MAX 8 可能是第一批貨 就斷了 一是屬於試作階段 未正式貨運 最近 因為737的事件 都令到 整個波音 即是連這隻機都停了 那個 開發 即是公佈 其實有兩個主要系列 一個就是 8系 9系 這裏都跟實際 實際 飛機的資料是一樣 都有介紹 777X的Family 很詳細 因為他們拿了證訊號 所以他們都很仔細的說 長度是76.72米 這個應該是世界上最長的 客機 這個8型 就短一點 但是Live Wingspan 即是翼闊 兩隻71米幾 其實真的幾乎 只差一個正方形 我覺得是典型 大型航機的設定 不過它就不是雙產 但是 除了A380的停產 都可能 標誌著一個 即巨型客機的時代 其實會不會再需要再龐大的客機 因為其實很多型客機都能夠長期飛行 變成長途機是不需要 即是一個很大的機型才可以飛到 其實可能對航空公司來說 是很大的彈性 好啦 那他們也是有點像的 即是跟車也是砌的底 你會發現機倉很有趣 機衣這麼大 沒錯 機衣是可以摘到一個人仔 所以其實到時候 看到機的內籠 是有些 挺搞笑的情況 最要注意一下 就是砌機翼的時間 大家要小心 紋亂之中 擺戰艦 各樣各樣 整理掉了 當砌後 發覺原來 砌得不對 再看說明之後 再砌後 就領略到很多個小時的滋味 然後 要大家注意一下 小心 待會跟大家說 好了 很有趣 他有介紹 在期間 特地有一頁 是介紹一些小飛機的 其實親子都很適合 當爸爸買一架大飛機來砌 或者一起砌都好 其實還有一些 Q版的小飛機 這個我覺得他比較 做得幾對 因為平時這一頁 不是經常有的 這隻飛機 就跟我們 COVID 其他情況一樣 其實需要連貼紙 因為 那些移印的 橫跨部件太多 所以就不能夠 一個移印印 所以要連貼紙 連貼紙也會 稍後跟大家分享 要有些地方要注意 有些地方要注意 好 後面說到 其他車仔 其實車仔我挺喜歡 不過香港似乎 大家還沒很關注 有 有 炭狼 這個自己和大家見面 有機會 好了 說明書 雖然這隻飛機正式是未飛的 但是產品 剛剛就落地了 如果大貨 就很快會有 在香港 大家耐心等一等 其實這個不是版 這個也是貨 先看看人仔 人仔 有個機長 很搞小機長 戴眼鏡兼 有蛇 面糊 正式機長應該不少流蘇 流蘇 流得比較正齊 那頂帽 其實可以說一下 很多 這頂帽 如果用作德軍的帽 或者其他軍官的帽 都可以用的 而且形狀 比我們看到坊間 比較主流的帽 是比較漂亮的 後面也是沒有二人 不過 OK的 另外一個應該是乘客 乘客很帥 頭髮 現在呢 少見過幾破格 我在其他大牌子 我未見過的中頭髮 我自己可能是孤流寡民 當然這個行李箱 有些村崩 剛才的樣子出來 這個行李箱 當然是旅行李箱 旅行李箱 好 OK的 那你怎樣處置它呢 一會兒問一下分解 好了 那這個飛機呢 其實很大隻的 600多塊 真的不是浪得虛明的 那呢 我嘗試一下 用機頭來講 那你見到透明件的機裝 是透明玻璃 不是玻璃 是透明件來的 其實呢 你在砌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把剛才這個 這樣的機長 是放進去的 你看到其實是放進去的 那我現在嘗試 開給大家看 就叫大家犧牲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也是同一個建築的 原武啤 那當然這些都是公司 那間公司的心思 和投資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經常都見的 這個旅大位一定可以拆的 那我先按一下 那這個就這樣拆 那這個其實機長是可以坐下去的 那當然很搞笑啦 一來這麼大的機長 而且那個人是巨人 嘩 多大隻 那些洞都不知道夠大隻眼 好 那說完這個機倉 我嘗試先吸回去 因為為什麼呢 比較帥 那些貼紙 要小心留意 要小心黏 如果你想拆開機倉 那些貼紙呢 你就小心點黏 就不要像現在這樣 跨過兩件件的 那你當你做了合合的時候 你可能會把那些貼紙壓扁了 好 好了 可以了 這樣做就好一點 好 那因為待會拍到全照的時候 比較方便 那就不要黏黏黏黏 好 回到下去了 那其實呢 這兩隻還可以處置它的 就是第2部份的活動部份 這裡呢 要值得 就是很多蝙蝠題 這樣可以的 其實呢 另外一架大機的 787都有這個功能 那737 MAX 8 和另外一架小機777 因為它的機器小 好了 你看到三個座位 那你就可以把這幾個人 就放進去 那坐得不錯的 那當然啦 這樣就變成了私人飛機了 但是 如果 給小朋友的悶味性 就是回到的了 OK 那這裡注意一下 我砌就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我看到它關掉這個位置 其實呢 就很緊 甚至頂住 那我覺得是 我們那個活動的位置 做得不好 我自己 我不知道它原廠是不是這樣 因為之前不是小弟砌的 這部份 所以就不知道 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它這麼緊 但當然啦 你退一退它呢 就絕對好 其實就好過你整條大蠟 對不對 其實就 但是 你要知道 那你開沙子 你要小心 其實如果小朋友玩 就要遷就 要不然 飛機就弄壞了 不過 我反正給你看 另外一邊那個 那個 那個位置 要看到呢 其實這裡就是個關子 那這裡呢 就是那個 不是關子 那個 活動位置 其實這裡呢 你就會發現 一定有很多村崩的 看到嗎 村洞了 看到已經透光了 那它要做這個 開揭的位置 那所以呢 其實就合起來之後呢 大人來說 嘩 沒有搞錯 我會給我這些 但是小朋友又多玩 帶了機器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辦法 改變成蜜蜂呢 那麼 高手門的利門 一定做到啦 自己用些件 配合一下 應該 這裡有一辣仔 應該不難的 還有一些標準銅 某大牌子 各大牌子 都兼容的 所以你要砌好它 加貼紙 應該就做到一個完美版本 但就沒有活動性了 那你看到 這些貼紙全部是自己人手貼的 對呀 那貼一陣小心一點 考慮一下 你拆的時候 方便性 要或者窗門高低 這裡其實呢 黏得不太好 幫我砌那個人 那個人仔 黏得不太好 什麼的 還有黏得不好 好呢 我有個壞處 跟大家說 波音 777X 對了 就是這個位置 剛才這位置的貼紙 就交貼了兩個件 開頭的時候 可能會 貼紙 經常都開一開 慢慢貼紙 便會變白了 好 講頭 講開頭 繼續講 反應機器呢 其實那個設計是非常棒的 但當然有輕微的缺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邊呢 絕對是可以 收… 即是… 起落的 那這裡呢 大家注意到這個位置 其實它是支撐住 即是… 擺實就拆住了 拆住了 但是呢 你浪費的時候呢 其實是不必得的 可能要實用少少少 就是把這個 握握 這樣就是 很普遍的 搞定了 要不然你勉強扯力 就可能整個輪子 扯散了這些部件 那我發覺呢 它的原色銀色 這樣做出來呢 我覺得它的材料呢 跟這些材料是不同的 這些呢 我叫純ABS 其實都會混合了 那呢 因為有些彈性 那它有很多ABS 很硬 那這個呢 其實我看到 它不是塞鋼來的 因為 那些顏色一看就自混合材料 那你就見到 其實它應該是 有少少軟一點的 可以 可能因為始終要屈 那它的錄開定 你不用怕它會突然跌 的 聽一下聲音 你就很穩陣 但是收的時候 反而你要把它拿走 一手遮就要按一下 這個位置 收 但是收呢 又不要太過完美主意 這個輪子是收到這樣 也不會有東西幫你 撐起來 只是這麼多 不過你可以做飛行形態 都叫做好過那些輪子射出來 好 那這個講完了 那就講完後面的輪子 後面的輪子 其實原則上你也是可以刪的 但是要按住這個斜位 這個斜位 要按住 不要緊 好了 這樣輪子就會收光了 但是呢 方向方式和真機是差不多 但是 但是 就是收到這樣 只要你看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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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擠不下去 這個小小的不完美了 所以它預理呢 都是平放的 有滑的 還有呢 這個機器很大隻 是沒有左的 有左的基本上是撐不起來 用這個積木 有些左應該會散 所以它就用回滑的 所以這裡在他們設計的時候 都會考慮到 一些重力 負荷的問題 那麼它都可以平衡到的 但是所以呢 就不可以太粗 去玩的 但是你玩降落呢 是現得的 一會跟大家玩一下 好了 開回Clarseng 好清脆 是不是 這個不是很清脆 我先試一次 為什麼不清脆 而是呀 這個可能是玩虧了 被我玩虧了 真的不清脆 你看到嗎 那輪子我弄掉了 那這個就是脆弱的部分 那所以呢 就可能會有 降落時的事 大家看到了 看到了 我大力一按 立即看到 逆折了 那其實對於我們運輸收藏 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那你不會這麼迫 是不是 很快樂 是不是 嘩 有個新機種 是不是 但是呢 這個 我想官方 就不是弄出來給大家 這個關節位 勾住 就不是弄給大家 去玩摺液的 其實就是方便 機翼有個斜度 因為它不是平的90度 和機梢的位 不是90度直角 它是有少少微微向上 那這個斜度 那這個斜度 它一來可以方便 我們組裝一陣 有個斜度 另外呢 我也知道 其實這樣安全一點 就是穩固一點 因為它用了門教 方式 上了先 另外在 那這裡 就扣下去了 扣了 OK 那這個呢 奉勸大家不要 玩一下 就是玩得多 鬆 和會散 結構部分 剛才你看到我都不覺得 我都打開了 好 現在有少少貧紋 好了 這裏我先嘗試 這裏呢 它這幾塊 就會釘著一塊翼 就是門教 就變成了兩 門教位 扣著翼 和下面有勾著翼 這樣就很滑 就負荷了 其實整個翼呢 因為這麼大隻 其實都有點重量 現在我拿著手軟 是很夠重量的 就是 我常常說 好的膠料職務 是一定重新的 越是窄那些 越是便宜那些 或者我們叫做 帽牌 第三座 那些是輕鬆鬆 和很快白化 又可以爛又鬆 這個呢 Coby一定不是這樣 我撿了眼睛 不行了 那我還是不要這樣做 在鏡頭面 我又不想剪接這麼多 那我勾回去吧 勾不到 勾到這裡 撩起了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整個飛機 是比較弱化的地方 總之它的設計 它不是用來玩 就是 開開山山的 其實是一個結構部分 來的 我一早給大家看 你看到它其實微微 向下斜 這個一刻 其實微微向上斜 那這個位置 其實就不是很強的 不是很強的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 整天不停地開山山 就是有時候 方便你出街拍照 或者拿給朋友仔 摺起來也好 摺起來也好 方便拿 但是呢 你也要預先開 有用 有用的小小件會脫掉 好了 拍開機就拍了 那輪子很壯觀 綠牌輪子 就是正式極限的那種 但是那些輪子呢 可能有設計問題 外觀問題 你不能太厚 所以其實都是容易散開的 但是飛機這些都在小 應該要注意一下 這些呢 前後左的那些 不要反轉 很容易反錯位 有些人會反轉組 但是 聰明的你呢 懂得少少飛機的知識的你 就一定不會有術事 還有這四個 應該是平均你 距離平均的 那麼這裏 翼的端呢 它也有做回 底面也有 還有這個 這就是777X 一個獨特的 一個接液系統 一個很獨特的 的設計 應該跟大家 輕輕講講 我當然不是講 工程 那麼呢 飛機放進去之後呢 嘗試拍一拍 先改一張 機長先睡了 暫時 好了 講到這裏 其實你會見到 那個輪子 輕輕不是放得 很貼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翼是有少許斜 有少許斜 有一個情況 就是 就是 不是貼地的 當然你大力按下去是可以的 因為那些積膜 這樣會有少許斜度 你做到 有隱形 但是它就會掉 好了 那拍照引擎呢 其實引擎呢 其實引擎呢 認真點 看到有少許通洞 通的 看到嗎 光線 還有裡面的風扇 那個葉子 是會轉動的 螺旋長 看到了 可以的 大風吹也可以的 OK 機身我們嘗試這樣拍一拍 挺龐大的 對嗎 機身很龐大 OK 好了 那接著機翼 機翼拍了 機翼一塊塊 其實幾乎符合實物那種 有少許的紋 好了 拍到的機翼尖 這機翼尖跟真一隻一樣 是可以接翼的 聽聞這個系統是獨特一些 令它整個巨型的飛機 在飛行的時候 穩定性和操控性很多 而它這個積木呢 它也做了兩件事 那這個很好玩 遠看的時候 是不停飛的 真的不停飛的 巨紋 一拍到我的眼鏡 好了 那這裏是挺英俊 挺好玩的 好了 引擎說話 好了 講到尾翼了 那就是貼紙部分 這邊當然沒有東西 你看看你都連了什麼 所以這裏連了一會 大家要量清位置 然後拿一些 架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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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一填 大家用瀉水引 去處理就好一點了 那機尾的部分 設計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很多小的部件組合 所以呢 大力的撞擊 是會散的 當然正常是不會的 剛才拿著飛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裏是有很多部分 去陷在一起的 但是顏色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 好了 那拍下我另一邊 看到一些聲音 那滑的聲音 可以 我這樣拿到無事錄 這就是我所說的問題 黏得不要 那些貼紙就會削了 那當然有很多補救方法 那就沒問題了 那當然你阻一下膠水 又或者甚至用膠紙 引擎膠紙 再一次一次 那就很漂亮 那 那 拿著攜帶後 這尾翼就拆了 這尾翼就拆了 這尾翼就夾起來了 那這尾翼就夾起來了 那這位置是很多小部件 大家要注意 所以如果運輸過程 這些位置就容易會散了 那當然這些側翼也可以拆了 那就可以讓你方便些去運輸 那這尾翼就有一點意外 已經有意外 那 飛過了 沒問題的 如果小朋友會滾 很過癮 那當然有個危險性 也是趣味性 就是滾可能會散 你太粗暴 整個這樣 這樣削下來 就可能 好像飛機在啟德國那時候 很遮瑕 那可能就會有一點意外 不知道你的小朋友 或者你的大朋友 怎樣用力 那正常是沒問題的 我試過了 真的有些牌子 我也試過是會散的 這些很有牌子 質量有的 就是不會的 大家繼續 欣賞我們這個 我的頻道 我是ToysTV的Brian 喜歡可以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我們Facebook 我也有自己的Facebook 你們每一個Like都很重要 我剛剛有Brian Lo的Facebook 以及ToysTV的Facebook 千萬不要吝飾 麻煩了 各位大哥 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 拍個遠鏡 這個就是我們的777X 不是777 X 是一個超強的客機 可以載400幾500 但原來還沒飛 好 就這樣 拜拜 謝謝 我們去看 謝謝 我們今天把他打開 我們今天跟我們在想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